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Ginnie 今集要分享的R1项目是我个人私心最推荐的项目 就是运动攀登 大家都知道近几年香港越来越流行抱石和攀石 很多人都会用身轻运动来形容它 但其实运动攀登这个项目早在70年代 就已经在法国出见 最初都是需要去到郊外或者翻山越岭 才会运动这一项运动 往往都会比较受地形游速危险性比较高 直至去到80年代才有人东攀石场的设计诞生 可以安全地享受这一项充满挑战的运动 虽然运动攀登已经出现了这么久 但直觉前年的东京奥运会才正式立运成比赛项目 当时还要有男女之组分别只有20个名额 除了拥有世界排名的运动员之外 赢到亚洲金标赛冠军才有机会争取奥运资格 可以说差一分头才差一只位 今大暗门的运动攀登赛事分了 男女子组的个人足道赛 个人传能赛 和团队足道的接力赛 其中足道赛的逼准赛度 为15米高 倾斜5度 15米一距离大概是4至5层楼高 目前足道攀登的女子世界纪录为6.24秒 大家试试进一下 可能是我们眨眼的速度 他就已经上了15米高的地方 这位世界纪录保持者是来自波兰的Alexandra 今年9月的奥运赛赛 再次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快了0.01秒 没错,速度赛的胜负之分 可能只差了0.01秒 一般赛财上同时有2位选手 最快爬到最高点 同时按到红色感电器的选手为止证出 像赛跑般 参加者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到达中点 不过哨声一响 后者向前中 前者向上爬 在速度赛度上 拖背节摆放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所以参赛者平时都会在同一条路线上不断练习 追求极致的速度和完美动作 每个运动员都是抬上1分钟 抬下10连功 所以运动员的过分上欲并不长久 大家努备支持运动员 相信我们每一句打哭的说话 都是他们继续为香港振国的动力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次分享的Bull Story 记得Like我们这条影片 和Subscribe这个频道 还可以按下小铃铛 follow我们追星的消息 下次见啦,拜拜!